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国八十五年是在这边打几 打的是干净 没有油 现在要过来打 过了中线 政府就给你扯 当初民进党政府 路由于讲 大陆的航空器材跟渔船不得进入 这个也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我们今年会过来打 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这次有很多矿区 在钓鱼台 这个是在台湾到这里 我刚刚讲的潮汕盆地产 差不多在这个地方 问题这个上面在东海这一带 大陆已经在春晓的这边 已经挖到有用气了 日本他怕中共了 他在抗议 可是中共在开采也不理你 所以问题是 在钓鱼台下面这个地方 也是有油气的 我们自己有切割过 然后这个潮汕盆地是钓鱼台 我们是认为未来的发展 台湾为了这个 因为我本岛这个天然气越来越少 没有什么油 我希望能够在钓鱼台这边开始打击 这个我们在英国78年已经探勘过了 有油有气 所以要开采 准备要开采 可是日本说是它占了钓鱼台 它的目的钓鱼台 它不是对它不重要 钓鱼台附近海域的游戏对它是重要的 我刚刚讲的钓鱼台就在这个地方 在台湾的北侧 这个钓鱼台大概在这一边 这个地方我们在民国78年就 就是实际去谈论过 有油气的征兆 但是日本就讲 对不起这个是我的经济海域区 当然以台湾的军力来讲 你现在打不过日本 我怕躲了 你只好暂时大家都把它放在这 不过要发展台湾的经济 让全世界重视它的话 你这个地方 这一代的游戏开采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将来准备 如果在这边跟大陆合作有成果之后 将来可能要上来 要往这边